你自己怎样看 给亚迪和汽车的新势力去称呢 我自己会先选择龙头先的 如果一只股都没有 我通常会选择1211 先选择这只先的 你说至于贵的问题 一手贵 我自己就可能都没办法了 看看会不会其他那些买少一点 然后放回这里 因为始终都是比较强势一点 如果你说突破到顶位 其实理论上就应该没那么快见顶 就是可能那个高位 可能再见350多 就是如果用我现在的AI 去量度那个突破点的话 所以理论中线来说 都可能还有大概30元 10%左右 就是说下一季 都还有10%左右的升幅 所以有些税位在这里 还有你看到成交都很大的 就是你看到最右边 蓝色的那支BAR下面那里 就是说其实去到这些位 大家都很踊跃 或者叫做很关注这些股份 所以你预保住第三季 都会先跑赢的行资 所以现在我先选这些 如果你说真的要选这些 没那么贵的 可能我第二个 就先选175吉利 吉利这个也是 你看到右边那堆成交 你看到都很明显 就是大家追进去买 就是终于破了 然后一夜冲进场了 现在当然是一个RSI高 回来才是 但是你说整个势头 其实突破了 所以如果你要选121和175 就先选 就是龙头电车那些 是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